哈喽 买了一颗大榴莲回来 太开心了 我现在要开榴莲了 叮叮叮叮 跟你说嘛 这颗榴莲它已经买了两三天了 老板说要等到这个屁股上面 那个就是有裂口了 我才开啊 但是等不及了 已经三天了 它都还没开 放太久又怕坏掉 今天就把它开了吧 这个榴莲的价格的话 就是我算了一下 就大概人民币是 25块一斤 就是包括它的 算法不一样嘛 它是一斤是600克 哎呦好痛 哎呀天哪 这榴莲发霉了耶 啊真的坏了 其实榴莲哈 真的是高档水果 在我心里面哈 它可能排在第一位 哎呀我现在也没什么爱好了 就是爱好吃爱好玩 哎呦天呐 就是这个壳是坏 但是肉是好的 好可以 哎还是要享受啊 大陆网友还说我半个月之后 就是我在拍那个菜价的时候 说半说我半个月之后 你看水果都都吃不了 没有水果可以卖 你看我不但有水果可以吃 而且还可以吃榴莲 流口水了 哇好疼哦 这真的也太多了吧 以前在大陆的时候很多水果我都不知道 啥啥的 哦我在大陆的时候第一次在那个天桥上面买了波罗蜜来吃 哦超级难吃 从那以后我就认为波罗蜜不好吃 然后来到台湾之后我才知道哇波罗蜜啊是这个味道 我跟你们说哈我现在哈跟我大陆那边的同学啊有些朋友啊都有些格格不入了我都觉得感觉我再也回不去了你们知道吗我都觉得我现在 呃跟他们的眼光啦看法啦还有生活啦完全不在一个节奏上面你知道吗 哎呦被渣了 我跟你们讲嘛昨天在我的同学群里面然后他们因为喝醉了那些女孩子喝醉了喝醉了之后就拍了一段视频就发到我们群组里面 他们就哦还要还要还要一直还就是已经醉到不行了一个两个都醉到不行了 其实平日的话他们也不会拍这种影片就是因为喝醉了 然后自己都已经达到忘我的境界了然后拍出来看 我说天哪我说他们这样都什么时候了凌晨了嘞还在玩我想好这样好伤身体哦 然后结果到今天早上大家在群组里面聊天的时候我才发现我跟他们格格不入哎 知道吗他们他们大多数的人都说 嗯我好羡慕你们哦这样我也想彻底的那个放飞自我呃就是很陶醉他们觉得很享受那是一种自我的一种放飞 但是我反而觉得为什么我的感觉不是这样的呢是我太落伍了还是怎么样了哎呦等一下哎呦天哪 我觉得我来了台湾之后哈我觉得我的磁场都不一样了跟他们 我跟你们说嘛他们的生活的目标跟我有些真的有些不一样他们追求的东西也不一样 比如说他们常常说哇我这一直弄弄强的手表也该换了戴了好多年他们就想换但是在我的感觉里面我好像不太需要这些东西啊 我就说我是不是我自己太落伍了然后他们就说哇你在台湾呃呃呃问我买了买了有没有一些就像奢侈品呢包包那些 他们因为看我平时都穿的比较朴素嘛意思就是说你要你你你不要太落伍你要跟上我们的节奏哦还是该买还是要买呀不要舍不得花钱呢 但是我只是想说每个人放飞自我的方式不一样我就说我的放飞方式的话我也喜欢放飞放飞自我放飞灵魂知道吗 我说我宁可去呃去去去去看大海去大海去吹风嗯我宁可去那个山里面去看那些山间啊小溪啊然后宁可去哪怕去跳伞啊去滑翔翼啊这些甚至喜欢去看一些野生的小动物那种叫做什么他们所谓的那种 灯红酒绿紫醉金米我觉得不太适合我耶很奇怪耶但是我我更欣赏的是行万里路行万里路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 还有啊他们每天花很多时间尤其是女孩子他们花很多时间去打扮自己了是真的 而且他们的钱也耗在那里了他们本身没有多少存款我有一个朋友也是啊呃因为我们那边的消费习惯都不用付现金都是用走走机知乎有时候就花了钱都不知不觉的 常常呃像我去年一个朋友也是找我找我借钱 其实他按你说的话他的家庭条件不差他以前他老公啊那些呃买卖车啊坐二手车我觉得还可以就中古车嘛赚的钱也不错 还有跟那些林志颖啊那些名人合影呢真的哦 我跟你们说哈我觉得他们不太不太会理财了 就是有一点钱的时候就大手大脚的花然后到现在就到处借钱 去年到了哪一种程度就是所有的朋友都在帮助他如果不帮助他的话他甚至真的会会跳楼哎不夸张真的因为他们欠了很多的那种像信用卡呀 还有就是一些借贷平台去借贷啊就是嗯这边借了这边还这边借了这边还就是呃就是这样轮来轮去的已经轮不下去了知道吗 其实拦住他们的没有多少钱也就十万人民币而已但是就已经没有办法了 哎呀我有常常在想啊花钱的时候真的是大手大脚 有些女孩子买衣服他们没有办法控制 他们不像嗯台湾这边的的女孩子他们买衣服嘛就是买那个休闲装嘛 然后呃款式的变化也不大就是买一件穿个三年五年十年八年都可以 因为因为变化不大穿来穿去都是运动休闲都差不多对不对 我们那边的女孩子他们喜欢穿时装嗯时装出来的话他们就会去买买了之后呃比方说前年的服装上前年的服装你拿出来穿大家就会看哦你那个是去年的哦你那个是前年的大家心里面就有一个落差然后就有一种攀比嘛就是啊你前年的衣服还在穿 就没有那种怎么说呢呃可能他们把节俭节俭本来是一种美的可能是在他们的眼里面已经变成了一种负能量了就变成了穷啊那种感觉你知道吗像我们大陆的最近发展最近这几十年突然发展起来了 就是从一个贫穷这个年代突然走起来这些他们就有这种炫富的心理其实我也知道台湾早期的台湾也有炫富的心理他们也会埋没大出大出金项链那之类的 像这些哈在现在的台湾人看来是比较俗气的 其实哈我在我们大陆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就穿着就没有人家那么开放就比较保守一点然后穿的也比较 朴实一点啊就是看起来就比较土嘛所以说我跟你们说嘛我现在真的是感觉完蛋了我这也回不去了 生活节修我真的回不去了然后我吃东西也口味也改变了呃重口味我也不行了呃然后你看我穿成这样又不打扮呃 所以说来到台湾真的很适合我非常适合我吧呃我追求的东西不太一样我真的我比较我从我内容 内心来说我就比较欣赏你们看我拍的影片你们就知道大概知道我内心骨质里面所欣赏和喜欢的东西啊 我更喜欢去看花是怎么开的水是怎么流的然后去看那些奇观啊美食啊这些就是我喜欢的 然后我喜欢去探索喜欢去发现呃用眼睛去看用心去感受 哎呦天呐终于开完了哎呦我跟你们说啊我没榴莲可怎么都讲了 哎呦我的天呐我跟你们说啊这个哈把这个皮削一削哈中间还可以炖鸡汤炖鸡汤我买了鸡我改天要炖鸡汤 哇塞挂钢了流血了你们看多严重啊我天呐这里啊好了 吃榴莲补一下我跟你们说嘛不是现在我现在变得更更严重了以前在大陆的时候我跟他们就有点格格不入 他们很喜欢去晚上去那些那种夜场那些去玩去喝酒啊唱歌啊去嗨啊可能是我的性格不太适合吧这没有对错了 他们去嗨哟嗨哟一直跳舞你看我哈我又不喝酒我就找不到喝酒的乐趣喝酒的朋友不是喜欢跟喝酒的人在一起嘛 然后一边喝酒一边聊天很夸张哦他们吃了晚饭就喝了很多酒哦时间很拉很长 像我的话就觉得吃晚饭没事了然后我就回去休息他们不会哦但是你要陪嘛陪伴嘛同学出去玩大家都是这样啊 好吃了晚饭之后又直接去去KTV唱歌唱歌的时候你看刚刚到我看他们又叫了一箱啤酒啊又继续喝又继续喝啊 哎呀我也不知道啊是我可能是我太没有追求了吧我真的没有办法理解这样子的生活哎 你们说是不是我太落伍了我一天就在乡村啊到处到处窜但是我觉得这才是生活哎 我跟你们说我朋友他们穿高跟鞋哈那包里面都背了那个窜口贴啊就ok棒嘛 因为有时候会磨脚脚会难受对吗然后他们就在脚后跟要贴啊 我觉得好受罪哦为什么要这样呢冬天那么冷了就算下雪穿丝袜耶这个肉看起来冻得红红的 但是他们他们的感觉就是说爱美不是说取悦别什么也而是取悦自己那就算是这样也没有取悦自己啊冷得发抖那叫取悦自己吗 还有更夸张的上次我有一个同学啊他们去做了那个脸啊那个叫什么 哎我不会讲那些专用专业的名词我不会讲啊就是好比像熨斗一样把你的脸烫了之后里面就会里面皮的皮下组织就会收缩哦 说说之后人就会变年轻变年轻十岁 然后我还有一些同学哦也是才四十多岁他们就去做那个拉皮啊拉皮你知道吗 有分那个什么小小拉皮大拉皮因为他们每天在群组发这些嘛我有时候会回他们我有时候会看 小拉皮就是把什么这么这些哇切开了然后皮这样拉拉拉了之后这个从头这里啊缝针了缝了 这个还好哟我还有一个朋友做那个大拉皮花了人民币嗯三万多块钱呢三万多块钱然后从这里哎呦天哪在头发这样从头发这里啊然后整个切开啊从这这边切开啊好切开之后然后把那个塞进去把那个肉跟皮全部剥离剥离之后然后从里面的肉这样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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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个拉过去之后然后再缝针 缝针缝了之后他的脸啊肿到不行了我说你这样会有危险呢万一感染了又不是没有失败过我看到过还是明星了他们爱美的程度几经疯狂 我只是想说哈我现在有点跟我们那些同学群啊跟我的同龄人啊我有点格格格不入了你们知道吗我只是想表达的是什么就是哈像我们从一个贫穷的年代这慢慢走过来更应该懂得珍惜 理财第一个是理财第二个是所谓的放飞自我看你要怎么去放飞而不是说去买醉或者是去疯狂或去那不叫放飞自我那叫失去自我 这是我的感觉像我的话我就我爸爸给我的教育教育就是说人要一步一个脚印这样走花钱也要花在刀刃上就是说该花的再花买房买车或者是够大件电器啊这些哈其实花钱这是应该花的如果说你一直追求盲目的追求那些设置品啊还有就是穿着打扮呢一门心思的就放在自己的外表上面不修炼自己的类型 这样也是没有结果的知道吗其实往往有很多美女啊她们太在乎外表了有龙兄的啊付出的代价太大了而且她们的收入偏偏又不是很高 而且对身体的伤害也是非常的大拜托有时候我讲实话走在大街上你自己觉得你自己打扮的已经很漂亮了是是这条街亮丽的风景线其实走在大街上谁看你啊天哪你不是那种惊艳的然后美到让你窒息的人谁会看你啊啊有时候太太高估自己了真的太把自己当一回事了像我的话我的个性就偏偏很想融入在人群不被发 发现我常常就就想隐藏在像潜水这样我反而喜欢这样不管我是怎么样一个人就算我有一天很有钱了我还是喜欢这样过日子就是非常平凡非常普通的过最平凡的生活这是我自己想要的我甚至喜欢去那个深山啊就是打造打造属于自己的一片天地一片乐园我去做我的就是在我同学里面看不上的他们看不上的 是我喜欢的我喜欢去种地我喜欢去种菜我喜欢去养鸡我甚至想去有机会我想去看肌肤蛋然后我甚至喜欢去去养猪养羊养鸭什么我都养看到他们快乐的成长我每天就去照顾他们然后哪怕帮他们打打扫粪便我都是我都是开心的其实我说这种话的话可能会招来一些嘲笑但是我我发自内心来说我真的是喜欢这些为什么我非常崇拜台湾有一些有钱人嘛他们 他们有了很多钱之后他们并没有觉得我就膨胀了我不得了我是一个了不起的人我有钱我走在大街上大街上可以横着走不是他们反而非常的低调而且完全看不出来有有钱的痕迹他们穿着朴素买一块地自己种水果种蔬菜养鸡养额养鸭然后回到这种最朴实的生活中去所以说我就想想起一句话就是什么 嗯平凡综组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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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织成组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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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组绍 bailλι待枝养鸡养儿 demandann 자기 belly om am 가지 之后我觉得是真正的是放飞自我 就是台湾这种风气 非常适合我 不管我的穿着打扮也好 还有出去吃饭也好 跟朋友交往也好 我出去办事也好 不管是银行啊 公家机关啊办事 我都觉得我喜欢这种氛围 跟这种态度 这就是我真实的感受 真的 好了 我把它冷冻起来慢慢吃 今天就到这里哦 朋友们一定要对自己好一点哦 好了 我先拿去冷冻哈 拜拜